土耳其遭遇7.8强症将近两周 救出生还者的几率是越来越低 但是仍有不少的灾民是不愿放弃希望 持续传出有受困者获救的消息 可以看到担架上的民众是被紧紧包住 他在倒塌的残海里面是被埋了278个小时才被救出 而这名男子撑过了11天获救 是相当振奋救援工作 只不过地震的后续 土耳其的重建之路才正要开始 根据中央政府部门统计 至今受到地震毁损的建筑物多达了6.1万栋 目前是急需拆除 其余还有大概2万栋也有受损 有鉴于当地的建商偷工减料 抖制防务未达耐震标准 司法单位起诉了将近310人 也逮捕了超过80人 要他们负起责任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